來一去校園找美食呢 已經來到了第四頓啦 這個機會好好吃喔 腳筋是一定要必點的 超Q喔 這個緊張 超好吃喔 我們來搶我的雞腿啦 好爛喔 不愧是 高雄第一腿 是彰化第一腿 彰化 對 來 學姐走美食 姐妹來爆絲 我是阿咪 我是小虎 歡迎收看 是的 我們來一去校園找美食呢 已經來到第四頓啦 當然感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就前往 然後來訪問一下同學們 他們推薦的校內外美食吧 是的 我們就 GO 同學恭喜你們要畢業啦 恭喜 快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學餐的部分你們熟不熟悉啊 焦麻雞很有名 就焦麻雞 對 那你呢 很少去 但是也是焦麻雞 你是焦麻雞 校內就是對面那一邊的 三商巧服 那個圖書館校區的 超好吃 裡面有一間 焦麻雞 蠻好吃的 校內的話 我最常吃的是 八樣子粗餐 妳是台北人嗎 我不是 我是高雄人 高雄會睡耶 沒有妳的同鄉 高雄鳳生 我比較常吃 學校地餐的那個 焦麻雞大王 焦麻雞 我也是焦麻雞 也是焦麻雞好加二 通常我會去吃 學校裡面的健康餐 地餐有一家 焦麻雞 內用還可以免費喝湯 我也一樣吃 焦麻雞 也是焦麻雞 對 如果是本部的話就是 焦麻雞大王 同學你好 今年大幾了 大五了 所以你後來就是還有在 在修別的課程 那想要請問你 校外你最推薦的美食是什麼 我到底有一間 男吃麵店 男吃麵店 它店名就叫男吃嗎 對對對 我會選 最常吃燈籠滷味 感覺大家好像都知道 有 貓圖 在圖書館後面有一個 有貓咪的咖啡廳 哇 有貓咪的咖啡廳 生魚片飯嗎 那家我覺得 如果你想要健康一點的話 可以吃那家 校外的話就鴨香寶 在十大夜市裡面 五少一面 超讚 去到快要台電道那邊 到一個阿嬤的滷豬腳 我很喜歡吃他們便當 夜市裡面有一間 就也蠻多人蠻愛吃的 是不去鴨香寶 剛剛我同學有說 欸 好像是耶 我會去吃 十大夜市的燈籠滷味 它可以夾自己喜歡的菜 然後又可以吃飽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重口味 然後它上面重鹹 上來的話就是 濕原鹹酥雞 還有燈籠滷味 哇 看來等一下燈籠滷味 感覺要必吃了 對 吃到夜市有間生煎包 然後隔壁有間 室原鹹酥雞都蠻好吃的 校外的話 我自己也是偏好吃 校尾以生魚飯 校尾以生魚飯 就是附近有一家 很好吃的生魚飯 我很常去吃後面的 有一家麵店叫牛老大 衣山 然後它是一個漢堡餐廳 泰式赫粉 泰式赫粉 我都跟他一起吃 我都跟他一起吃 好 好 沒問題 好的 接下來呢 在學生推薦之後呢 就來吃大家首推的這個 但是 各位有沒有覺得好像很眼熟呢 真的超眼熟的耶 對 其實我們在某一間學校也有吃過 但是我們家品項很多 所以我決定我們就來吃別的品項 好不好 好 開動開動 我覺得我們跟上次在 淡淡淡學吃的焦麻雞大王 我覺得它多了沙拉 而且配菜也都不太一樣 這邊一樣就是湯啊 飲料還有飯都是無限序的 妹姐分你一塊魚 來… 我覺得…我覺得肉好嫩喔 用眼睛看不準 先吃 好 我覺得它的酸辣 有一點偏泰式的感覺耶 泰式的原素少一點 我覺得它的辣度不會叫太辣 我的泰式魚排 魚排外面的那個外皮炸得超酷脆 裡面的魚肉也是超嫩的 我吃看看 那個泰式醬好像又跟美姐的不太一樣 偏大一點點 這有點像多利魚耶 這魚我喜歡 我也是 嫩嫩的魚又脖汁 比學生餐廳來說啊 有白飯跟飲料跟湯吃到飽 這個超級大加分的耶 我覺得他們的配菜就是很下飯 像這個菜脯炒蛋啊 跟豆干也都是滷製過的 還有高麗菜 整個都是超配飯 這個白飯都可以八個好幾碗耶 要看了一下 我們這樣子呢 一個主食 可以在家加油五樣 算是很多樣化了耶 要加上一百一 超便宜 我覺得它雞皮好香耶 有香香QQ的感覺 重點是超下飯 可是我們白飯快吃完 好險來 再加上要第二碗 可以 內序 加序都沒有關係 主要就是不要浪費就好了對不對 讓你吃得飽 嗯 如果這邊的品項要推薦的話呢 加麻雞是首選 再來會選你的這個 魚排好好吃喔 我反而會選你的那個雞肉耶 真的嗎 嗯 我覺得很嫩 我覺得魚排上面那個醬 對我來說好像有點太辣 對 怕辣 我覺得它每個配菜其實都非常下飯 不只是主菜而已 它的配菜也都非常下飯 好吃 剛剛前任餐廳就主打一個 精進食會吃飽 那我們呢 吃完了校園美食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我們要往校外賣進囉 走 流過去囉 現在我們要來吃的就是 剛剛同學們就是最推的 燈籠滷味 來啦 那我們拿夾子來夾… 好 這麼大一個耶 我在高雄它是切片賣耶 它是切對飯耶 好 再來一下 這邊你的蔬菜類也好多喔 對啊 那我們就準備買單 然後呢 這邊有B1的內用區 我們就拿去那邊吃就好了喔 YA 我們的菇味好好吃喔 而且我們想知道 這邊還有B1的用餐區耶 而且其實空間好大喔 超貼心的 然後這邊念那個 滷味的食材品項 總共有 超多的 如果選擇困難的話 會這樣站很久 不知道是哪個比較好 那沒有關係 基本上我覺得每個 看起來都可以好 是 那剛剛店員就推薦我們說這個 超Q喔 看起來會透光耶 它整個滷到焦糖色都出來了 它這個滷的 會帶點一點淡淡的中藥香 我來吃它的辣椒如何 我剛在吃那個滷絞筋的時候啊 它的那個滷汁是有點偏甜 我覺得很特別耶 而且我好喜歡它的絞筋喔 就是QQ又軟軟嫩嫩嫩的 蔬菜的部分也沒有老掉 如果過醜的話 蔬菜的營養價值就沒有了 而且那個水淋的清脆感 都聽得到耶 他們家辣椒我覺得沒有到很辣 然後它也不是那種 讓人覺得味蕾很刺激型的 因為它的辣椒是水水的 並不是濃稠狀的 我覺得它是清爽型的辣椒 清爽型辣椒 那我來沾一下好了 我是不建議喔 還是有點辣的對不對 會辣 我覺得妳先不要嘗試 可以 我們剛剛那個巨大香菇 已經煮過變小了 現在變成一般的小香菇了 對 變得很可愛的大小 我們一煮下去就覺得 有點後悔跟它沒有夾多一點 蔬菜本來就會消水啦 對啊 我喜歡它們的滷汁 非常的帥氣 而且更棒的是 你加三十塊 所以開這邊 飲料唱飲囉 才加三十耶 但僅限內用 好舒服喔 對 很多耶 這間店其實是很多人的回憶了 因為它開了二十幾年以上了 超強 還有分店的 烤菇 很好吃 還有鴨穴 吸飽了滿滿的湯汁 代表很多湯汁 對 代表多湯汁 代表還有重量 會掉下來的 你看看 聽同學說呢 還是要自己來吃起來 才知道 還有多麼的迷人 可是我們剛才點這樣 三百多塊 所以我們剛才問同學說 是特別便宜嗎 他說也不是 沒有… 吃了會開心 是好吃的 那要跟有飽足感 其實是不是再多點一些麵啦 好想點鬆粉 太滿足了 很好吃耶 然後這邊吃完之後 常常也是要自己回收的唷 所以讓我們來乾杯一下 好 然後我們吃完之後 就往下一家前進好不好 好 乾杯 接下來這一家呢 我們來吃一個 蛋餅有聽過吧 有 我聽過 蛋餅卷還沒有吃過 沒有對不對 對 這邊就很特別的蛋餅卷 為什麼我現在變裝了呢 對 我跟你說這邊太好買了 沒有呢 拍這幾天呢 誰知道台北又 急速降溫 其實尤其妹姊穿上這套以後 更像學生了 謝謝 可以 撥吧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啦 好啦 點餐來點餐 真的是有夠香的啦 它很像那個蔥牛餅有沒有 再夾了很多層的餡料在裡面 它這個外面很酥耶 你看這樣 我是稍微就是輕碰包裝 這是那個酥脆感 超強亮 你以外外 那個蛋啊 這鋪滿整張餅的喔 每一口都吃得到蛋耶 然後有生菜 有起司 然後肉是一整塊的 我點的是大眾培根 裡面有高麗菜司 培根跟起司 它的蛋真的是整個鋪滿的 所以它吃起來很柔軟 然後外面又很脆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培根 這種蜜汁下去醃漬的 所以吃起來有點甜甜的 我只有玉米耶 妳有嗎 沒有 我的果然是超級總會啊 多玉米多一個口感 那咬下去 玉米有點啵啵啵的感覺 我吃到了 妳也有嗎 料好多喔 這間我喜歡耶 不錯耶 更特別的是 它的內用區 我們不知道以為 這只有眼睛看到的地方而已 沒有 看一波它的蜜汁 對 是桃花園吧 嗯 怎麼會有這麼可愛的內用餐區啊 它就連店名都取得很可愛 嗯 帶幾雷 嗯啊 這整塊的糟肉耶 滿意吧 好吃 愛吃辣椒的也可以叫他們的辣 不會到辣度太高 但增加它的味道 它的辣會慢慢慢慢的跑出來 我好喜歡它的餅皮喔 越嚼越香的那一種類型 一定會有一點油分在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要太過油 因為紙袋上面也會有油 但它的下面不是會滲油 像炸蛋蔥油餅那樣 對…那會覺得太過油 但這我覺得剛剛好 這個組合我是第一次吃耶 我也是 我喜歡吃這一家 嗯 大家想給貼紙 我覺得可以喔 如果肚子餓的朋友 點一下這個夜總會 小鳥味的一定會吃到飽 嗯 很滿足 它除了這個也知道 它是小點心 炸物啦 然後呢 飲料也很多種 還有農湯可以選擇 嗯 我剛發現 嗯 我們是不是裡面有冬粉啊 有啊 裡面有冬粉 有冬粉耶 對啊 所以其實這樣一份吃下來 其實是 是有的 什麼神奇的組合啊 我告訴你我看得出嗎 是冬粉耶 而且意外的很搭 嗯 我只讓我驚豔了一下 再加很值得嘛 你貼個貼紙給大家 嗯 炸料多到 我從第一口吃到最後一口 全部都是肉 用料非常實在 我覺得它的價格啊 非常對得起它整個給的料啊 跟它的蛋餅 好好吃 好好吃 開心 對啊 對啊 那等一下我們就去問一下 老闆娘可不可以讓我們貼貼紙好不好 是 一定要 那我們剛剛就有問過老闆娘 老闆娘說 就是等一下會把我們貼在 顯眼的地方 是的 因為現在太忙了 訂單很多 所以我們就把貼紙交給老闆娘囉 好 老闆娘給你 謝謝 那我們就放著 謝謝你 好做主流的 不好意思 沒關係 讓我們放著 壓著壓著好不會飛掉 好的 謝謝 好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那等一下我們就去前玩 下一家 走 GOGO 等一下呢 我們來去吃一間 號稱 四大第一腿之名的一個便當店喔 我是高雄第一腿 高雄第一腿 是彰化第一腿 彰化的 來 停 就在這裡 它也是開了二十幾年以上喔 好 等一下我們就先進去看看有沒有座位 好 然後再來點餐 GOGO 妳好 我想要一個炭烤酸醬豬肉飯 那我要椰汁咖哩雞飯 因為我要等 現做 所以我們先去對面買飲料 好 GOGO 說到飲料呢 也是有做功課的 我跟你說 就是它的正對面這邊 你不要看到小小的家店啊 它在Google評價上面的評價 有養生的啦 有補氣的啦 有很多很多種 這邊都找得到啊 這裡有好多 一般飲料店沒有看到的喔 像清血茶跟養甘茶 養甘茶耶 哇 好酷喔 對女生很好的桂圓紅棗茶都有耶 對 那麼林老闆 你想喝什麼 哇 它真的是藝人超級低慢的耶 我看老闆在用的時候 哇 這也太濃了吧 對啊 太濃了啦 這已經是 不是藝人湯 我們的綠豆啊 苛苛分明 沒有滾到很爛 你會咬到呢 它的那個 有一點綠豆口感 因為有些煮到 不就殼都已經破掉的那種 他們還是有帶一顆 不就算完整的 算清爽型的那種綠豆湯 而且我剛剛不得了的是 你知道這酸梅湯啊 我以為是 街邊那種酸梅用泡的 沒有 它那邊是濃濃濃的烏美 我剛才看它的價錢啊 它其實不便宜 可是我就想說 它應該是有它的工夫在裡面 你剛才喝第一口下去 我大概就知道它的工夫在裡面 香氣超濃的 它跟你外面能泡出來的酸梅湯 完完全的不一樣 我這個藝人湯也很厲害 我覺得它已經不是到達湯 已經是藝人湖了 很濃 非常的濃郁 它那個藝人非常的香 它已經把那個藝人的精華 整個熬進去在裡面了 藝人漿的感覺 對 妳要看我的綠豆 好啊 而且不太甜 很好 它的那個湯品系列 好像都不怎麼甜 又走養生路線的 我還點了一杯莲子白木耳 整杯都是白木耳 太誇張了 這個料呢 它不是幾分之幾 我是一打開 然後滿滿的都是料 好強喔 素食的燕窩 對啊 滿滿的膠質都在嘴巴裡面 超滑溜的 整體來說不會到太甜 然後那個白木耳就是 非常的真材實料 它是整朵整朵的給你耶 我感真好 對啦 這間很合宜耶 你有沒有覺得似曾相似 有 有點像女王大人 我們女王大人的 也是這個感覺啊 可是我們女王大人的好處是 它可以長溫保持 它可以保持到很久的時間 這好好喝喔 難怪小小店評價很高 謝謝 有夠香的啦 我沒有想到 我也是整隻雞腿啦 好強喔 我以為是切塊的那一種耶 而且我剛剛以為你的咖哩 是屬於濃郁型的 結果是 我剛剛也以為是濃郁的 我想要喝一下 因為一直聞到那個咖哩香耶 好像湯喔 它就是除了有主食之外 它也給你三樣配菜 有一個就是他們那個 泰式的那個涼拌青木瓜 青木瓜 吃吃看 我覺得這個 你可以吃看看耶 很特別的味道耶 好泰式喔 充滿了那個泰式風味 對啊 因為它連香料怎麼樣 南薑啦 香茅啦 全部都在裡面 你吃得到就是它真的很正統的味道 好強喔 我剛才有吃青木瓜 它的那個涼拌的風味啊 是經過改良的 所以就是沒有他們 泰國本地的那麼辣 是帶有一點點微甜的 好甜喔 是泰味用的 沾一個看看自己 超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豬頸肉 它非常的緊實 你吃下去那個 油花跟油脂 整個在你嘴巴散步的感覺 豬頸肉就是松阪豬肉的意思 然後 這個真的很下飯 沒想到不用出國 可以吃到這麼正統的 泰式風味的餐點耶 好好吃喔 來 我來享用我的雞腿了 好 好嫩喔 那裡面的色澤 是帶著綠綠的粉紅色 它沒有因為它長時間的 浸泡在高溫的那個咖哩裡面 而湯汁都流失掉 它雞肉的嫩度 完全保持得非常好 現在都叫雞腿 所以自己的雞腿絕對是有自信 天啊 不愧是吃大第一腿 但我以為它的雞腿的招牌 只限於它的 炭烤那個 因為這多人點那一道 有沒有看到 它連這個都這麼強耶 它的湯呢 也都是自助式的 水仔你喝到肉 白飯也是讓你吃到肉 好清爽喔 雖然說 它們應該是在 處理食材的邊攪料 但是呢 完全沒有浪費都拿來熬湯了 它就是熬成一個中式的湯 有紅蘿蔔 然後雞的 大腿裡面的骨 還有很多的肉 它也好好喝喔 這種喝湯 熬料那種小趣性的感覺 好大塊的肉喔 它裡面那個大塊的肉啊 不少耶 就是我們剛剛盛完以後 裡面還有很多 對啊 真的學區外面的那個店家跟美食 真的都是 小股東的話CP值超高 就像我們今天這個套餐 我試點算像說 一百四白飯跟湯也都喝到飽 吃到飽 然後美姐的一百三也都是 白飯跟湯也都是吃到飽 喝到飽 有手 太滿足了 真的 然後我剛才就是切甜點 然後吃到一半 然後正餐就上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正餐吃完 我們就要繼續吃甜點囉 我真的覺得如果是白飯控啊 澱粉控的同學們來這邊 點我這一道 超下飯的 這樣其實我剛剛吃完了 我覺得就是跟我在泰國吃的口味 我覺得還是有經過一點 主店家的改良 不是更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好吃的一家 這邊不管是雞肉 豬肉 牛肉 你們想要吃的肉品 這邊幾乎都吃得到 那也可以走到對面 買一杯好喝甜點 但是我們的美食之旅 還沒有結束 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家啦 走吧 吃完那麼多東西 想不想吃炸的呀 當然要啊 我跟你說這邊有一家 賣雞排得很厲害 它除了有很多種口味之外 還有最棒的是 它有一款是 海量起司喔 海量起司 帶你去嘛 妹姐這雞排真的有夠大的啦 很胖耶 它這裡面是三人 慢慢料理也很胖耶 感覺很胖喔 對 超胖的 我喜歡它雞排外面那個炸皮 那個豬魚弄得很不一般耶 它外面的炸皮是 不是像那種脆皮雞排那種類型的 好多吃喔 我看到你微微的起司耶 哇塞 哇 雞肉... 雞肉擠出來了啦 它肉好厚 帶超嫩的 對啊 很香 我們兩次是梅粉的 然後我覺得梅粉啊 通常就是在乾美薯條才會出現 我第一次把梅粉的 跟雞排搭在一起 我呢都會點那個檸檬 所以我會比較解膩一些 那喜歡的是純梅子 應該吃的比較帶甜味吧 對 因為我每次點雞排啊 我最喜歡的口味就是梅子粉 因為我覺得梅子粉 配雞排就是非常好吃 有點酸酸又甜甜 這也要太糖了吧 有兩個人的 口香糖的感覺 它不完 這吃起來好脆喔 好幸福喔 這個好好吃喔 我覺得就是如果學生 想吃宵夜的話 來吃這樣的起司雞排 一定超過 太邪惡了 幹嘛邪惡的越好吃 不邪惡的還不好吃呢 它慢慢的起司 很多 超多起司 裡面還包附了雞汁 那如果你本身沒有這麼愛起司 你也不是起司朋友的話呢 它有一半的雞排 所以你不要擔心 我覺得它起司味不會到膩 是香的 而且越吃越喜歡喔 這間必須給貼紙了吧 這也太好吃了吧 我想吃 可以耶 因為像以往我吃起司雞排啊 沒有像今天的那麼開心 是你整個一直拉 都一直拉不斷的那一種 不愧是海量起司 真的耶 不愧是海量 起司完全不熟啦 上次錄節目我們去高雄吃一個 爆漿的雞排 嗯 然後我覺得那個爆漿的程度 就跟我們今天吃的雞排 就是不相上下 從那之後我就沒有吃到 像上次那麼好吃的雞排了 可是今天在家很合理 那裡裡話話都吃肉啊 而且它的那個炸皮 不是那種火的 很厚的那種類型 我覺得它的皮算得剛剛好啦 它沒有到外面就是一些 便當店吃到是 皮胯餅肉還要厚的那一種 嗯 所以這家呢 我們真的覺得超級優秀的 是可以趕上貼紙的喔 所以我們去問一下老闆好不好 走 剛剛問說老闆 老闆就說 允許我們貼 然後我們貼在這裡 然後大家就可以認走我們的貼紙 五星好評 來吃吃看囉 真的 愛奇士 請問我們要出過這個海量雞排 超棒 那我們貼完貼紙之後呢 當然呢繼續我們的下一家 走 所以姐妹姐 現在我們來去吃 就是剛剛也有同學推薦的 鴨香寶 好嗎 在這裡 其實很近耶 我們現在就到了耶 那我們先進去找座位吧 好 哇 其實我的大辣會如何的辣喔 我先喝一下你的湯 可以啊 我是點小辣 我是點綜合飽 好 然後它裡面有兩大塊的鴨雪 跟豆腐 然後還有青菜 而且還有加鍋燒意麵喔 而且料也滿多的耶 對 但我的更厲害 我只是不愛走 但這時候呢 我們要把它蛋給戳破囉 好 見證療癒的時刻來了 這個蛋黃真的是好漂亮喔 太開心了 這時候跟咪咪吃 天啊那個口感最棒了啦 太棒了啦 吃一口有加蛋黃的 我喜歡它的湯頭 真的 妳那個辣味往火紅挑 害我好像很可怕 這麼遠撥嗎 妳湯這麼多喝耶 它的湯真的很好喝 而且我是點小辣 那個辣呢是挺香味的 而且鴨雪真的好大塊喔 妹姐我分你一塊好了 真的啦 那我又有人吃 鴨雪肉 哇 如何 而且超嫩 裡面完全沒有氣孔 它表面超光滑 這個辣一辣得很過癮耶 而且我剛剛不小心吃到 一整頭的辣椒 果然稍微把辣椒給拌開啊 這個辣度有喔 愛吃辣的朋友 不要錯過這家的大辣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就是愛吃鍋燒意麵的朋友們 也不要錯過這一家 那一軟鍋燒意麵的麵啊 它也有青菜耶 又有火鍋料 火鍋料不少耶 至少也有四五種 火鍋料不夠還可以加加購 對 完全不用怕吃不飽 可是對我們來說 應該要加個十幾包才夠 我這碗的豬肉很嫩喔 來吃一下它的豆腐 我好喜歡這種豆腐 因為這種豆腐 就是會吸附滿滿的湯汁在裡面 一壓它 哇 你咬一口豆腐就等你吸一口湯汁 真的是好吃到一個包裝 這種會吸湯汁的食材最棒 重點是它的湯汁完全不實現 讓你越喝越刺激的那一種 它的蛋都會煮到半熟 對啊 最好的熟度耶 沒錯 那把它戳破吧 好 這種蛋最好吃呢 耶 我這碗的辣度真的曉慧妳不能碰 一碰就要升天 阿妹嘴都紅了 嗯 好爽喔 我覺得這辣度我還可以 但是說真的它碰到妳的嘴巴的周圍 還最刺刺麻麻的 有種種的 哇 美姊 真的身體熱起來了 流汗了耶 有耶 我的臉要燙起來了 對啊 那我們再去吃下一家 走 來 聚集我們剛剛呢 在跟那個同學們問的時候 他們說有一間麵店叫難吃 對啊 我就是一個很好奇 難吃 所以我以為是取諧音梗 結果不是耶 它真的叫難吃 對啊 但是呢 反而難吃的聲音 還超級都好喔 對 所以我們大家看看 難吃到底是難吃還是好吃 好不好 走 哇 這麻醬 敗那個麻醬的香氣 整個撲鼻而來耶 誰說難吃 明明這個大顆奶 怎麼會難吃 對啊 這名字取得太可愛了吧 這間麵生意超好耶 對啊 請吃看 它麵的話好像都是絞筋 會比較Q酥的對不對 這是我喜歡的麻醬耶 它花生的味道真的超濃厚 而且重點是它的麵條 非常的有嚼勁 好吃耶 它這邊還有滿多同學 花在那邊點牛肉麵 但是我們今天來的時候呢 那個老闆說 牛肉筋都沒有啦 對 我們太晚來了 但是同學們推薦的炒手 你們還是有吃到 它紅牛超多一顆很大顆耶 我來吃一口看看 一整隻是要在裡面 最用的也太實在了吧 然後它這個紅油炒手的醬啊 有一點點餐那個麻醬麵的麻醬在裡面 我覺得它麻醬給其實挺多的耶 這樣它麻醬香 而且它裡面點這個炒手啊 還給你滿滿的蔬菜 它的榨菜啊 不像你有滿滿的花生香啊 芝麻香那一類的 它的榨菜做得真的很地道 就是很像外省人在吃的榨菜 因為它裡面的豆干啊 還有它裡面這個豆豉 味道是挺濃郁的 然後再配上滿滿的蔬菜 口感很有層次 很像 整個中和滷味 裡面有豆干 明雪 百葉 百葉豆腐 還有甜不辣 它的滷味平盤啊 比較上次我們會吃麵的基本盤 就大豆干啊 明雪啦 百葉啦 然後甜不辣這一類的 然後滿滿的 其實這也是跟麵最對味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它每一碗的 用料都很實在 我這碗就滿滿的豆干啊 然後瘦肉啦 然後這邊的蔬菜量就很多 那給你媽這樣也超級多的 那它除了有加豆芽飯之外啊 還加了小黃瓜 增加了清脆的口感 我們養碗麵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樣的 整個口味真的是很像那種 正生的味道 雖然一開始來的時候我有嚇到 因為店其實滿小間的 但其實食材啊 跟餐點都做得一點都不馬虎 不簡單 最棒的是 這個小麵店 有冷氣給你吹耶 好吃嗎 這多棒啊 很貼心 好好吃喔 跟它的店名完全不像 真的耶 那我們今天整人家吃下來啊 妳覺得妳最喜歡什麼 其實我覺得每一間都很好吃 但真的有一間那個 今天是我心中的第一名 就是那一間蛋餅 不是跟我一樣 那個蛋餅那隻 我到現在都還會就是 回味的對不對 回味 而且我等一下就想說 我等一下要不要走過去再買一次 對 因為它除了東西好吃之外呢 它的用餐區也很棒 整個氣氛讓我覺得 別有洞天 有一種眼睛為之一亮的感覺 那當然像小蕙蕙說的 我們今天每一家吃的都很好吃 但是呢 照我們聊的綜合評比下面呢 選出我們今天的本人第一名 也希望你們會喜歡啦 那如果你們還有什麼好吃 美食的推薦給我們 留言告訴我們囉 那我們的豹姿姐妹就下次見 拜拜 大家拜拜